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贪婪欲望之道 这是一部那什么123级的片子 故事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四个人去到野外度假 结果车子却意外的出问题了 这里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任务 不然的话你们是一定要搞混的呀 开车的是我们的男主角 而主角有一个女朋友 也就是女主角 旁边那个抱着狗狗的是胆小女 旁边那个穿着白色衣服的是胆小男 他们四个人最后还是没有把车弄好 于是就选择走路好了 而这时候另一边 陈一男带着一大包的钱 也是开车同样的要去到码头 而另一边接电话的 黄一男一脸的不耐烦 原来这次带钱的陈一男 是为了赔钱给黄一男 因为黄一男的妻子 已经吃了陈一男公司的药 之后便去世了 所以黄一男就起诉了这家公司 而陈一男希望大叔撤诉嘛 就给点钱了 而主角小队四个人 找到了一家餐馆 吃了一顿饭 最后老板娘告诉男主角 附近有一个石岛 上面经常出没野猪 而男主角一听 直接亢奋的表示 他们就要去那 还问了老板娘的位置 而临走的时候 老板娘表示了 那个地方危险的很 还是不要去了 最后他们四个人 加上陈一男 他们两个 还有另外一对情侣 一个是男粉 一个是女粉 就这样 他们八个人 到了一艘船上面 到了船上面之后 男主角就开始说服船长 希望他们能够把船 开到那个石岛上去 而船长居然答应了 而且这些人 居然也都莫名其妙的 跟着来了 神经病吧 就这样 他们开始荒岛求生 刚刚到了岛屿上 单小女的狗就跑丢了 就这样 单小女和单小男 去追狗子了 而男粉和女粉 也是一路争场 从码头到床上 不不不 从码头到船上啊 从船上到岛屿 也一直都在吵架 后来我才 人家女粉 偷偷背着男粉在外面 给她戴了绿帽子 绿得人家心活慌啊 男粉最后决定 我们之间一定要来一个了断 你爱她还是爱我 可是这个女粉 我觉得就是一个bug 她给我来一句 我自己到底是爱谁啊 你这说的啥玩意儿啊 最后男粉没有办法了 为了一表中性 挑牙为止 朋友们啊 看到这个教训 学到了吧 以后一定要说 我爱的是你啊 千万不要说 我不知道爱的是谁 还有 这可是危险动作 切勿模仿啊 这时候 看看人家男主角丹们 一言不合的就开始 在岛屿上 反正四下业无人 于是两个人 勤到浓处翻云覆云 则显顺水退招 来了一次长达五分钟的 为爱鼓掌 这段画面 你们也不想看 我就略过吧 因为这些都不重要 两个人在阴阳交合的时候 我们的男主角 居然还在射箭 哟的一下 就射到森林里面去了 而之后 居然随便一射 就射中了一个人的手臂 原来这个岛屿上 上面还有其他的人呢 而这时候 男主角他们听到了 树林有动静 跑过去一看 完蛋了 发现男粉挂掉了 而自己的箭头 居然还挂在这个人身上 这时候 男主以为自己武杀人了 却看见另外箭头 男主觉得 这肯定还有其他人 于是 拔下箭头 就带着女主角 回营地了 而这时候 女妃已经吓到了 回到营地 一直说 自己的男朋友 死翘翘了 最后 男主角跟大家 讲了刚刚的经历 于是觉得 这个岛屿上面 肯定还有其他人 于是 就带着大家 去找这个人 而进头一转 看到了 确实 这个岛屿上 还另外有两个人 而这两个人 都是坏人 一个是坏人红 一个是坏人男 而这时候 男主角 他们在山坡上 发现了无辜男 于是 他们就把这个无辜男 给抓回来了 而这时候 他们赶紧 让女粉去看见 这个人 是不是杀人凶手 而女粉 脑袋还没有清醒过来 模模糊糊地 答应了一声 然后其他人 就把这个无辜男 给打了一顿 结果没过多久的 趁着别人 不注意的女粉 居然把这个无辜男 给放走了 而这时候 女粉想起来了 自己男朋友 跳牙以后 自己也准备跳的 可是这个坏人红 给救下来了 所以说 这个女粉 就是一个bug 绵绵自己的男朋友 是自己跳牙的 他就是不说 你真的是一个bug呀 于是 其他人又一次地 去找凶手 留下了 趁一男一个人 去照顾女主角 还有女粉 而这时候 营地来了坏人男 和坏人红 这两个人 看着美女 心里面 变起了非粉之下 而且跟他们讲 我们就在附近吧 而且我们有小伙 可随时离开这里 你们要是有需要帮助的话 记得叫我们呢 而另一边 他们几个人上山以后 胆小男 结果跑去尿尿 就被一个镰刀男 给砍死了 而主角男 他们看到了 而最后 他们把胆小男的尸体 带回了营地 最后 趁一男 他也是一个bug 他在水里面下药了 之后 就给他们其他人 所有人都晕了过去 陈一男拿着钱就跑 准备跟坏人男 离开这里 男还有力气 跟了陈一男 打了一架 结果 刚刚跑出去的陈一男 最后 却被镰刀男 给盯上了 之后 毫无意外的 死瞧瞧了 这你妈 你们不是葫芦娃 救爷爷吗 作死的节奏啊 而这时候 男主角醒过来了 他赶紧的去打电话 准备求救 结果 又遇到了那个镰刀男 这你妈 阴魂不散啊 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 打又不打 而另一边 坏蛋男他们 居然跑到了营地 凌辱了这三个女孩子 而主角女和单小女 最后选择了 欺负于这个两个男人 而之后就是 长达十三分钟的 为爱鼓掌 那么 这十三分钟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 女孩 为什么要选择服从 进行观众公众号 小超讲电影 看无人岛上 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最后 两个男人也玩累了 而且这两个坏人男表示 我们只会带走一个女孩子 于是 就让主角女和单小女打了一架 结果 就在关键的时刻 我们的男主角回来了 居然敢打我的马子 嗯 你刚刚走了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 可是 男主角因为最后没有力气了 于是 便被两个坏人男给绑起来了 而这时候 我们的bug野人 居然没死的 又杀回来了 于是应了那句话 功夫再高 也怕镰刀啊 最后 坏人红被镰刀男给杀死了 坏人男又把镰刀男给杀死了 接着 坏人男 又把主角女和单小鬼给杀死了 而这时候 我们的bug女醒过来了 你终于睡醒了 小姐姐 最后 睡醒的小姐姐 亲手杀掉了坏人男 然后 自己坐着小船 离开了坐坐小岛 到这里 故事你以为就结束了 都说了 那是那种 一二三集的片 结尾肯定要呼应一下吧 最后 女粉被船长救了 船长一看 诶 就她一个人 赶紧来精疲力竭了 那就趁机的想要 嗯 那啥一下 结果 女粉记得要死的 就拿起刀去捅船长 而船长也捅了女粉 最后两个人就这样 捅一捅的 都死掉了 原来 女粉之前 就是被这个船长给强暴了 所以 让自己的男朋友误会了 尼玛 到这里 故事也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想说一句 这里面 我感觉每个人都是bug呀 而且bug都凑到了一堆 最后 把所有人给作死的 反正 这部电影呢 出开剧情 挺好看的 那个什么 风景也挺好看的 如果你被困在这种岛屿上 给你取下三个月望 你会选择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祝大家观影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我是擦尔狗 一个新来的小白姐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